《使徒行传》第23章 保罗定睛看着工会的人 说 弟兄们 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 都是凭着良心 直到今日 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 保罗对他说 你这粉饰的墙 神要打你 你做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 你竟违背律法 吩咐人打我吗 站在旁边的人说 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 经上记者说 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 一半是法利赛人 就在工会中大声说 弟兄们 我是法利赛人 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 我现在受审问 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说了这话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 会众分为两党 因为撒都该人说 没有复活 也没有天使和鬼魂 法利赛人却说 两样都有 于是大大的宣扬起来 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 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 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 怎么样呢 那时大起争吵 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 就吩咐兵丁下去 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 带进营楼去 当夜 主站在保罗旁边 说 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到了天亮 犹太人同谋起誓说 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 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 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 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 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 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 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 假作要详细考察他的事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不等他来到 跟前就杀他 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 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 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 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 他有事告诉他 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 说 被求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 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 他有事告诉你 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 走到一旁 私下问他说 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 他说 犹太人已经约定 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 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 你切不要随从他们 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 已经启示说 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 现在预备好了 只等你应语 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 嘱咐他说 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 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 说 预备步兵二百 马兵七十 长枪手二百 惊夜害初往凯撒利亚去 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 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 千夫长又写了文书 大略说 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 将要杀害 我得知他是罗马人 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 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 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 便查知 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 并没有什么该死 该绑的罪名 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 我就立时接他到你那里去 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 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 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 第二天让马兵护送 他们就回营楼去 马兵来到凯撒利亚 把文书呈给巡抚 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 巡抚看了文书 问保罗是哪省的人 既晓得他是激励家人 就说 等告你的人来到 我要细听你的事 便吩咐人 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 《石图行传》第24章 过了五天 大祭司亚拿尼亚 同几个长老 和一个辩士贴吐罗下来 向群府控告保罗 保罗被提了来 贴吐罗就告他说 菲利斯大人 我们以你得以大享太平 并且这一国的弊病 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 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 唯恐多说 你嫌烦恤 只求你宽容 听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看这个人 如同瘟疫一般 是鼓动普天下 众犹太人生乱的 又是拿撒勒教堂里的 一个头目 连圣殿 他也想要污秽 我们把他捉住了 你自己就问他 就可以知道 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众犹太人 也随着告他说 事情诚然是这样 寻府点头叫保罗说话 他就说 我知道你在这国里 断世多年 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 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 不过有十二天 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 或是在会堂里 或是在城里 和人辩论 耸动众人 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 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但有一件事 我向你承认 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 我正按着那道 侍奉我祖宗的神 又信合乎律法的 和先知书上 一切所记载的 并且靠着神 盼望死人 无论善恶都要复活 就是他们自己 也有这个盼望 我因此自己勉励 对神对人 长存无亏的良心 过了几年 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相 和贡献的物上去 正现的时候 他们看见我在殿里 已经洁净了 并没有聚众 也没有嘲嚷 我有几个 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他们若有告我的事 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即或不然 这些人若看出 我站在公会前 有妄为的地方 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 纵然有 也不过一句话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 大声说 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 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 斐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 旧知武他们说 且等千夫长 吕西亚下来 我要审断你们的事 于是吩咐百夫长 看守保罗 并且宽待他 也不拦走他的亲友 来攻击他 过了几天 斐利斯和他夫人 犹太的女子 吐西拉一同来道 就叫了保罗来 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 保罗讲论公义 节制和将来的审判 斐利斯甚觉恐惧 说 你暂且去吧 等我得便再叫你来 斐利斯又指望保罗 送他银钱 所以屡次叫他来 和他谈论 过了两年 波球菲斯都 接了斐利斯的任 斐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留保罗在肩里 今天我们来看 《使徒行传》第23到24章 23章 第一件事 保罗就讲到良心 我们看第23章的第一节 保罗定睛 看着工会的人说 弟兄们 我在神面前 行事为人 都是凭着良心 直到今日 那保罗对良心 这方面的教导 几乎是所有教导当中 讲到是最多的 那从新约里面 大概有20多处 讲到良心的经文里面 保罗就用了将近20次 那提摩太前书 第一章第19节 保罗劝提摩太要 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如同 传破了一般 那我们知道一艘船 如果破了 水就会进来 那至终是会成船的 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 有圣灵 有恩高的教训 有神的话来带领我们 那是一个更高的层次 那事实上 我们在人的心里面 最基本的层次 其实就是良心 也就是我们这个心的本质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第四章第二节 那里就说到 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铁落贯了一般 也就是说 我们的良心一旦麻木 我们就会开始 昧着良心 什么都敢做了 什么都敢说了 所以有一切圣灵的禁止 圣灵的责备 圣灵的光照 或是圣灵的指引 我们都再也听不到了 不要说圣灵了 连人的指证 我们都会开始听不进去 而当我们良心麻木的时候 你知道吗 很有意思 反而仇敌的谎言 人就会开始相信 因为我们一旦 听不到神的声音 就会充斥着自己的私欲 那私欲既怀了胎 就会生出罪来 而私欲也是仇敌的谎言 一个最好的落脚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的良心 开始麻木的时候 或者是开始 一点点昧着良心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坏的 循环的开始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留意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觉得 这个人说话 我就很容易被冒犯 然后我们也 不大再有自省的能力 就是你不大再觉得 自己有亏欠 自己有错 我不应该说这个话 我不应该做这件事 就是这个自省 被神光照的 这样子的情形 也不常发生的时候 别人跟你讲话 你也不大想听 尤其是常常跟你 说诚实话的人 都不大想见到他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预警了 很明显的一个上一就是 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的 而都是开始怪别人 这个就是良心的刚硬 怎么样保持我们良心的柔软 其实就是我们一点点觉得不平安 我们就要跟主悔改 一点点觉得对人有亏欠 我们就要去跟人道歉 就可以保持我们良心的一个柔软 那保罗能够在审判的面前 这么坦然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无亏的良心 而保罗的良心 不只是在人面前 他觉得他没有亏欠 保罗是在神面前 都是存着无亏的良心 良心是一切的根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要常常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都是由心发出来的 让我们的心永远都这么的柔软 常常可以让这个光进来 以至于我们可以一直的回转 跟向神 更多的来靠近神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保罗 对大祭司无礼的一个反应 就是第二节到第五节 那大家不要误会 22章第三十节 我们知道那天开会的主审 是千夫长发喜的 所以那天并不是大祭司 坐在公堂上 而是他们一起站在这里 听保罗的声明 因为千夫长想要了解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可能是保罗 讲了自己有一个无亏的良心 大祭司 这些不义的人 就既然叫人要打他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话太狂妄了 我们常常觉得别人讲话太狂妄 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 最底层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 所以我们也不喜欢人家这样子夸口 但是你看 当保罗知道他是大祭司的时候 他就不再为自己争辩 我看到这里其实我很感动 我看到这里其实我很感动 今天神为什么给保罗 这么大的一个权柄 是因为在保罗的身上 他有服权柄的记号 大祭司是活在旧约 他没有被开启的人 他不认得耶稣 他也没有行任何的神迹 而且又违背罗马的律法 这样子去打保罗 但保罗一知道他是大祭司 保罗就不说话 所以你看保罗在他心里面 非常注重神所设立的次序 不只是对大祭司同样 他对耶路撒冷的使徒 也是一个绝对的顺服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今天会产生这个暴动 就是因为保罗顺服使徒的命令 以至于他在圣殿的时候 遇到这样子的暴动被抓 即使今天结局走到这里 他也没有任何一丝丝的抱怨 现在家人 你可不渴望在灵里面 有更大的权柄 你的祷告 你的宣告 神所带领你 所有一切的服事 在灵界里面 更有影响力 能够带来改变你 你渴望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吗 那我们就先要做一个 服务权柄的人 真的神才会放心 把更大的权柄交给我们 而不是害了我们 对亲爱的家人 不管是在权柄面前 在年长的面前 在神所设立的 不管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学校 神所设立的权柄 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 在与真理不违背的底下 我们愿意顺服 当然愿意顺服 并不代表不辩解 你看保罗也是屡次起来 辩解跟做见证 接着我们来看 保罗真的用智慧来处理 当时所发生的危机 因为站在旁边的这些会众 在听他讲的这些人 有一半是撒杜该人 那他们是不相信死人复活的 而另外一半是法利塞人 他们是非常相信复活的 在主耶稣的时代 法利塞人跟撒杜该人 原来是对立的 但是他们却联合起来 要试探耶稣 那在这个时候 保罗就刻意的在第六节说 我现在受审 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他一提出这个话题 果然在第十节 撒杜该人跟法利塞人 就大大起了争吵 那千夫长恐怕保罗 被他们拉扯 然后受伤 以至于审判 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 所以你看保罗 是不是非常的有智慧 他不需要冒犯任何人 反而让敌方仇敌的诡计 自己就内讧了 第二三章第十一节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 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 为我做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 为我做见证 那这句话 对保罗不仅是一个 极大的安慰 而且主向他亲自显现 神跟他说 放心吧 其实光这一句 我相信对保罗就够了 有主的一句话 有主的显现 就全部都够了 你要知道 人能够从苦难中 得力量 得安慰 都不是因为自己多厉害 也不是因为 人能够保证什么 而是在难处当中 遇见了神 不见得你的环境有改变 不见得你的遭遇 神给你了一个解答 但是呢 有神的安慰 有神的显现 好像一切就都解决了 亲爱的家人 有什么比 你知道神在你的旁边 亲自向你显现 更让你心安 更让你有盼望 我相信 如果主真的向我们显现 不要说死了 我们可能觉得 能够这时候跟耶稣走 也是极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 有永生盼望的人 那当然神的显现 不只给他安慰 也对保罗的未来 有了一个指引 就是神对他说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 为我做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 为我做见证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 保罗需要上告于该撒 因为亚基帕王说 如果保罗没有上告的话 其实他就可以被释放了 所以有的人就说 其实保罗不应该 为自己的权利要去上告 但是其实我们往后看 在23章12节 我们看到这里 有40个人启示 要杀保罗 而且他们怎么说 若不杀保罗 他们就不吃不喝 所以保罗如果不上告于该撒 这个时候被释放的话 他随时都有可能被杀的 那当然第二个印证就是 神也跟他说 你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所以他就借着 罗马兵丁的看守保护 平平安安的到了罗马 虽然因为这个上告 他在罗马又被关了两年 但是在那两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发现神借着他 到处广传福音 他属灵的影响力 对弟兄姐妹带来的祝福 一点都不受限制 菲利比书第一章12到14节 保罗也特别说道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是 更是教父因兴亡 以至于我受的捆索 在欲淫全军和渠义的人中 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 多半因我受的捆索 就笃信不疑 越发放胆传神的道 无所惧怕 所以亲爱家人 只要是神的旨意 像我们看到保罗被关 但是他只是人的行动 被限制而已 但是他属灵的影响力 跟他带给神儿女们的祝福 完全没有受拘禁的 完全没有受限制的 所以你从历史来看 所有的逼迫 所有的捆索 都是使神的福音 更加的兴旺 所以亲爱家人 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逼迫 有没有捆索 有没有不容易 我们在这里祷告 主要亲自给你带来安慰 主要亲自来向我们显现 让我们不要怕 只要信 在困难当中 持续的跟随神 就像保罗一样 我们就能够经历 保罗所经历的 那第二三章 十六到三十五节 我们看到神亲自伸手 保护他忠心的仆人 就这么刚好 就记得保罗的外甥 听到了他们 要杀保罗的计谋 就去告诉了保罗 那前夫长知道了之后 你看他安排得非常的谨慎 他要确保万无一失 这支护送保罗的部队 二三节 总共有四百七十人 耶路撒冷的金云 好像出动了一半以上 目的就是为了 保持绝对的优势 贺阻可能的埋伏者 不但保罗不能被杀 罗马士兵也不能因此牺牲 但是同样的 耶路撒冷金云 当然不可能空虚太久 所以护送保罗的步兵 走完最危险的前半段路 有一些就返回耶路撒冷 我们在三十二节可以看到 所以你看到了没 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 像笼沟的水 所以千夫长被神使用 来保护保罗 一个将近五百人的军兵 保护一个神的仆人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好兴奋 就让我想到雅各三章七节 他说看啊 所罗门的教 这个教就是所罗门 基督跟心夫一起做的教 他说四围有六十个勇士 都是以色列宗的勇士 手都持刀 善于征战 腰间配刀 防备夜间有惊慌 亲爱家人 只要神与我们同在 只要是神的旨意 你要知道你是安全的 只要我们建筑面的时候没有到 圣灵都会伸手保护我们 我们接着看千夫长知道 保罗是罗马人 而这些人是为了宗教信仰 为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就要来攻击保罗 所以他后来写信的时候 特别跟巡抚说 我查出他没有什么该死的罪 该绑的罪 他们不过是为了律法在争辩而已 那至于保罗自己呢 他的心是不以信令为孽 也不看为宝贵 他最主要就是要顺服神 行完神的旨意 而以赛亚书四十三章 那里有讲到 我曾提你的名召你 你是属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过江河 水也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 我们知道至终 在主后六十八年 大概离现在有八年 或将近十年的时间 保罗最后真的是殉道了 他上了断头台 但是呢 在时候没有到 或是当神的旨意 不是这样的时候 是没有人真的可以触碰我们的 所以我们看到 神真的大过一切 神永远都在掌权 而且神会伸手保护 他的仆人 虽然保罗经历了 该撒利亚两年的监狱 跟未来罗马两年 继续被关 但是神借着保罗 所发出来的祝福跟影响力 是完全没有被监禁的 保罗也因为被押送到罗马 在罗马写了四卷宝贵的监狱书信 成为教会建造的根基 我们接着看二十四章 从二十四章一直到二十五章十二节 就讲到保罗在该撒利亚受审 还有被囚的这段时间 所发生的事情 那一到二十一节 就是保罗在菲利斯 巡抚面前的一个分数 那一到四节我们看到仇敌 真的是全力的是要来铲除保罗 过了五天 这些人又从耶路撒冷改到干撒利亚 来的时候声势非常的浩大 而且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为什么 因为祭司长还带了几个长老 都是撒都该人 法利塞人在这个时候 可能已经退出了对保罗的指控 他们还带了一个辩士 推土罗来到当中 第九节我们看到 还有一大群的犹太人 也跟着一起来到该撒利亚 他们只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除掉保罗 就跟当初他们想办法 要除掉耶稣是一样的 那这些撒都该人 对保罗的指控 就是两件事情 一个说到保罗 煽动群众的动乱 另外一个就是图谋污蔑圣殿 在当时的罗马政府 他们为了安抚犹太人 所以如果有人带外邦人 擅闯圣殿 玷污圣殿 罗马政府是允许 犹太人的公会 按着犹太律法来审判 然后来处死 但是这个时候 撒都该人的控告却是 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 表示他们的指控 已经从污秽这个圣殿 降级到 说保罗只是图谋 想要污秽圣殿 这个是有差别的 你已经污秽 跟图谋想要污秽 他们的控告在24章第五节 他说我们看这个人 就是保罗如同瘟疫一般 是鼓动普天下 众犹太人生乱的 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我看到这里 很感动也很兴奋 保罗身上你看那个 鼠天在灵界里面的影响力 他到哪里都可以带来一个 极大的文化的改变 这个才是使徒 他讲道行神迹 让福音像瘟疫一样的被散开来 所以仇敌从保罗感受到一个极大的威胁 亲爱家人 我们不是在读历史 求主当年感动保罗的灵 也要感动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 这样子的勇敢 这样子的顺服 这样子的尾声 这样子的完全为耶稣而活 以至于我们在见证耶稣的时候 传福音的时候 也是充满了大能 也是能够战斗 筹集的权势 在灵界是有影响力的 我们接着看第14节到21节 保罗在这里 他生变的内容 他整个生变的中心 就是针对福音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也就是死人复活 他完全没有去讲自己有多委屈 怎么样被冤枉 他也没有去生变 他所有讲话的机会 他就是在传福音 而且是传耶稣 已经从死里复活的福音 从第八节那个辨识 贴土罗他在这里对寻服说 你自己就问他 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一切事 其实保罗没有犯任何罪 也没有犯得上任何 触犯地上律法的罪 所以25章25节 寻服菲斯都就说 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 该死的罪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完全是一个不实的强词夺理跟控告 只是为了要攻击保罗 所以保罗在申辩的时候 他说我如果有罪的话 我一直承认一个指控 就是24章第21节 就是那句话 我在你们当中大声的说 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 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 你知道菲利斯治理犹太人多年 他了解犹太教对门徒的这些逼迫 对基督徒的逼迫 但是呢 他知道如果他宣判保罗无罪 就会得罪撒都该人 所以22节我们看到寻服就支污他们 是啊是啊是啊 而且呢26节讲到 菲利斯想要钱 那菲利斯指望保罗给他送银钱 所以理次叫保罗来跟他谈论 你要知道保罗是个囚犯吗 在监狱里面他哪里来的钱啊 所以菲利斯他也容许保罗的亲友来看他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亲友可能会给他带钱来 或许保罗亲友愿意用钱来贿赂 来把保罗赎出来 那在第24章27节我们看到 他被关了两年 就是过了两年 泼球 菲斯都就接了菲利斯的任 那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留保罗在监里面 所以他这两年坐的牢 是没有任何罪名成立 就被下在监里面 你要知道这是不符合罗马政府条例的 罗马政府在律法上 其实是讲的清清楚楚 所以菲利斯他这样做是犯法的 他只是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跟渴望能够得到一些贿赂的钱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就很平安 既然是神的旨意 他就被关在间里面 他不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难处 而这两年的时间 他没有埋怨 也没有怀疑 也不活在消极跟叹息的里面 他反而是对神 对整个救恩的真理 神给他一个更大的开启 那路加也可能是在这个时期 收集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 一些原始的资料 从保罗那里 而接着当他被带到罗马 我刚刚有提到 在监狱里面又待了两年 他就写了四封有名的监狱书信 以佛所书 哥罗西书 菲利比书 跟菲利门书 所以亲爱的家人 你有没有看到 保罗在监狱里面 但是神的工作却是继续 而且借着监狱的经验 他对神的认识跟开启 写的这些书信 真的到今天都还在祝福教会 两千年了 仍然充满了神的大能跟开启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很多人身体是自由的 但是我们心灵却一直住在牢笼里面 十分的软弱 被人所说的话冒犯 被别人所做的事情 我们活在苦毒不饶恕的里面 或者每天活在害怕的里面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活在经理里面 但是我们完完全全都是被捆绑住的 没有自由也没有神的大能 我相信神把使徒行传留给我们 就是为了要唤醒我们里面 这个复活的大能 唤醒神的真理 唤醒我们里面的渴望 唤醒我们里面的不满足 我最近常常做的祷告就是说 主啊 我不应该活得这么频繁 如果你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 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 跟祷告的力量 使徒行传所发生的 也要发生在现今的教会里面 阿们 亲爱的Bible Race 观众家人 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 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 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时工 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 制作好品质的影片 为神的国度效力 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 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 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 感谢您观看与支持 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 愿上帝祝福您 不要忘记订阅 按赞留言 分享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